新年代阿蘇 其實都是跟我們成長息息相關的 每一個階段都是很自然的在分享自己的生活 所以去聽舊的作品就好像看成長的故事書一樣 能夠來到日本這樣的環境 然後親自參與演出 參與音樂季 其實對我們來說最大的重點是學習 因為你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然後你重新用你的方式認識了一群新的人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收穫 其實玩音樂最讓我們覺得幸福的就是 可以用音樂交到新的朋友 每一次Live那個互相交換靈魂的瞬間是很珍貴的 最重要的還是現場的氣氛吧 因為Live它是每一次都不一樣 要怎麼讓那個當下 你要把自己完全的奉獻出來 那我覺得最可貴的就是 你很用力然後你很想盡辦法百分之百呈現出來 那你看到觀眾抱怡投入的表情 或者是笑得很開心的時候 那個瞬間你會覺得很滿足 我覺得以前常常會比較明確地講得出來說 我們的目標想要做一張專輯 或想要登上哪一個音樂季演出 過去這幾年我們其實完成很多夢想 去年我們又有重新討論過這件事情 現在的夢想是走一輩子 然後可以很誠實很自在地 跟大家分享每一個階段的人生 然後不斷有更好的創作產生 атьям 會覺著這款的生活 外上路去打個帽子也沒有四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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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